我在他跟前打他是 是不一樣 可是我氣憤的時候 我沒辦法發洩 因為平常本身這20年來 溝通就沒法溝通 自打我們結婚以後 他在外面打工 我什麼事都是 任何事都是自己一個人扛 我說那就等孩子放假了 我就帶著孩子去過去看你 一邊看你 我們一邊也去逛一下 其實我是抱著最大的希望 也想把孩子轉學轉到那邊 可是我在跟他溝通的時候 我就跟他再怎麼講道理 再跟他解釋 再跟他們說 他都不想把孩子放到山北 我跟你說 你不覺得你太簽證了嗎 我是個民營工啊 人家今天要我 今天我就幹 明天不要我了 我就該回家了 回家孩子再延安上學 一個人能再延安上學嗎 你考慮到這裡吧 那我就不能再找一份 輕鬆一點的工作 在那照顧孩子嗎 你看好多人打工 都是帶著一家老小 對 你像我們家那人 人家老太太都帶到外面 你為什麼連孩子都不能帶 你一個女同志 你能住哪兒嗎 很不方便 就沒法去 不是說是不方便 就沒法去 你去到你往哪兒住 住旅社 一千一百多 你能成熟多起嗎 對不對 你住車裡 你可能不 這個讓老闆知道 老闆怎麼想的 你跑去是給我工作 還是照顧你家屬 對不對 因為這些事我都不說 你還說 你說那家就把事實上擺在桌面 咱是瞧何來 我並不說是把事情擴大 咱們自己瞧起來了 是吧 我是這樣認為的 後來郝女士在延安住了多長時間 我一般不記得時間 你讓她說 她在您那住了多長時間 您都不記得 這是當老公應該說的話 我真不記得 因為我忙於工作 我真的 我真的不記得了 大概的時間記得嗎 幾個月 大概有半年吧 半年 好久是您在延安住了多久 三個月 差這麼多 最後為什麼要走 因為我覺得她老是躲著我